好,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主题是例外处理 那这个已经不再是物件导向的范围了 已经又是一个新的东西 那这个例外处理在C语言里面也没有这种东西 但是在新的语言Java或者是C Sharp或者是PythonRuby都有这种东西 例外处理 那么来看一下一个范例好了 这边有个范例 我待会不执行了 就是我们知道如果除以0 通常会产生错误 对不对 比如说我先告A就是3,B就是0 然后我就执行的时候让A除以B 这样子就会产生错误 但是这个错误在 这个错误在C语言里面会不会丢出例外呢 我也忘了 但是在C Sharp里面或Java里面他们会丢出一种东西叫例外 而且这个例外你还可以捕捉 OK 你可以去捕捉住这个例外 那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我这个程式我去执行的时候 用命令列去执行的时候 然后你会发现他就我什么都没处理的话 他就会印出 未处理例外状况 然后尝试处理0 这样子 这是系统自己印出的 不是我印 就是当有例外的时候 系统你没有去处理 系统就会直接帮你印出那个例外 然后就整个程式都停掉 OK 那如果我们用Try & Catch去做捕捉的动作 那我就可以捕捉完之后说 OK 那被除数不可为0 我告诉那个程式执行者 所以这里呢 我就Try 然后呢 True 然后他就印出被除数不可为0 那 那 这里我又再加上印出一个ES 这就是我捕捉到的那个例外 那那个例外呢 本身呢 又是一个 物件 那个物件被转成字串 其实就是 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一个 未处理例外状况 那 所以我现在变成说 我把它印出 印出这个 再加上这个例外的内容 就变这样 好 那 例外不只是除以0 就是 还有很多可能的例外 我们就用刚刚的程式来做举例 什么样会有例外呢 我们在这里 我看到有没有 这里有个 A 各位看到这里有个A嘛 对不对 有个B 好 那 我如果在这边呢 我 我Consol 好不要 我直接用这个 Double C等于A5 那会怎么样 各位觉得 如果C等于A5 A有没有5啊 A只有0 1 2 总共3个 0 1 2 3以上 根本就不存在 那我去把A5抓出来 那会如何 就会产生例外 所以我们来 建置方案 你会发现 建置没有错 建置成功 OK 所以它的语法是对的 但是呢 它程式是有bug的 OK 你会发现 哇 这个电脑执行下去 然后 有点慢 为什么 它发生了例外 系统要去处理 然后它说 Index out of range Exception 就是 索引超过 正列界限之外 好 那这时候 就是例外 那如果我今天 想要去处理 这个例外 那我该怎么做 我的办法是 我们在这边 加一个try 把这一个 我认为可能 有例外的地方 整个框起来 但是如果我 非常确定 例外就在这一行 其实 这样框有点怪 其实我可以框大一点 但我先框小的好了 好 try catch catch 其实后面可以 不加任何东西 没关系了 在csharp里面 发生例外就好了 好 如果我这样做的话呢 那你就会发现说 OK 我 开始执行 然后呢 他执行到这里 他会印出发生例外 但是他程式还是继续执行 他没有像刚刚那样荡调 对吧 他程式还是继续执行 然后呢 只是他有印出发生例外 好 那这种就是捕捉到例外 至于捕捉到之后 你要做什么事情 就要看你程式的逻辑 你想做什么事情 你觉得应该做什么事情 那这个在命令列里面 其实我们用这种状况 还不算很多 因为命令列里面 如果你知道说存取错误把程式改掉就好 或者是 你知道他超出范围了 那你就直接提示一个超出范围就好 但是在视窗里面呢 这个东西就会 就会比较重要一点 举个例子 我们来写一个 把这个关掉 我们来写一个视窗程式 那我先关闭方案 我们现在开始又回到视窗了 因为我们的基本的东西已经交完了 我们从今天开始 又可以交视窗的东西了 好 那我现在呢 回到我们的window form OK 这里 好 这里呢 我就 我就加个按钮吧 抱歉 这个按钮也未免太小了一点 好 加个 按钮 然后呢 我加个 加个 什么呢 testbus 加个这个 testbus 好 这testbus呢 我们想说做一个简单的加法程式好了 加法程式 那所以我再拉出一个label 说这个label我把它的文字改成加 那我也可以按Ctrl C,Ctrl V 然后来复制贴上另外一个testbus 好 这样testbus两个有了 然后我希望说让它 我按Ctrl V 让它复制一个 OK 这时候就不再是加了 是等于 好 好 那我想做什么 我想做一个 就是输入一个数字 另外一个数字 两个加起来的结果放在这里 就这样 然后当我按下按钮的时候 它就把这两个加起来 放在这里 好 那 所以我这里 button1的test 我这个button button1最好就不要叫 只叫button1 我叫buttonadd 好了 好 buttonadd 那 显示的文字呢 我也不想显示 button1 我想显示 好 相加 好 就这样 所以我希望说 这个按下去之后 这个就会 两个加起来 会放到这里 好 所以呢 我们应该会有这个 testbox1 这个是一个 栏位嘛 testbox2也是个栏位 testbox3也是个栏位 好 那我现在希望说呢 在这个按钮按下去之后 它会去做一个动作 就是 让 第一个和第二个相加 然后把它放到第三个 所以呢 我先 做一件事情就是 栏位1 s1等于 s1等于 等于 txtbox1 里面的 txt 里面的那个 文字串 OK 那栏位2 就等于txtbox2 里面的 txt OK 这样我就取得这两个 对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哦 来 那我 我希望把它输入到栏位3 所以 testbox3 点 txt 等于 我希望它是s1加s2的结果 但是我先做个错的 各位觉得这样会不会对呢 我来试试看 我先示范个错的 我这样子执行 你会发现 诶 好像OK啦 我这里写输入 这里输入3 好 我按相加 53 发生什么事 如果 各位已经了解 字串 的相加 就是 连接 对不对 字串的相加就是连接 那你会发现它做的是对的 但是不是我们要的 好 那 所以 我们要让它真的做数字相加 我们必须要做什么事 先把形态转成数字 再相加 否则的话会有问题 对不对 好 那我要把形态转成数字再相加 所以我现在就先搞一个double 好 d1等于 嗯 .pass s1 好 这个pass就是说把那个字串转成 转成我们前面这个物件的形态 double OK 好 那现在就要转成 转成那个double 所以这样OK d2等于 好 这样OK了 但是呢 接下来 我说它等于d1加d2 这样会不会有问题呢 再看一遍 有其实它已经讲了 无法将double引含转成stream 对不对 因为这里出来是一个double 这个却是个字串 我没办法丢进去啊 因为两个形态不相容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可以啦 我们再宣告一个d3 其实不用再宣告 但是我故意的啊 d3等于d1加d2 那这样子 我最后这个d3 我想要把d3塞进去 但是呢 形态还是会不相容 哦 建置一下 你会发现它无法 这什么意思就是 我这个是double 也就是浮点数 这个呢 确是字串 所以我不相容的情况之下呢 我必须要让它相容 我用toStream 把它转成 字串 那要告诉各位 其实toStream这个函数在 C Sharp的每一个物件都有 就算我没写 它也会有 OK 那只是没写 它会用预设的 但是你如果有写的话 它会照你的意思去做 好 那这里是不是你就想到 多行 每个物件都有 这个函数 我呼叫 我执行这个函数的时候 它会呼叫到 对应的那个物件的 这个函数里面 所以这就是多行 不管它是谁 我都可以呼叫 toStream 好 因为它在 所有C Sharp物件里面 最上层的一个物件叫 object object里面就宣告了 toStream clone之类的这些变数 我写一次给你看 这个物件是所有物件的图仙 O点 它里面只有四个函数 一个是 equals 判断两个物件相不相等 一个是 getHatchCode 取得它的杂筹码 第三个是 getType 取得这个物件的形态 那也就是object 第四个是取得转成字串 OK 所以这个toStream 其实就是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多行的用途 好 那我们今天不是要讲多行 我们今天是要讲例外处理 所以我这样子做 OK哦 OK 那我就开始乘坐 好 你会看到我这边3 这边5 然后按相加8 OK 对了 但是 诶 各位如果 写程式你就知道说 我这样子写的程式是不及格的 为什么 这样写的程式是不及格的 因为 如果你去外面公司做 你就会知道 你写这样的程式出去 会完蛋 为什么呢 因为你交到客户手上 他会给你打 这样 然后 这样加 然后你就当 对不对 为什么你会当呢 因为他打hello 他没有照你想的 去打数字 这是谁的错 你可以说使用者的错 那你可以规定使用者不能这样使用吗 所以 最终 使用者的错就是程式设计师的错 他用了你会当你的程式就是很烂 那怎么办 我如果 我如果 要去 用C元的话 我们就会这样子去做 就是 C元我就写一个检查是不是 数字的 然后呢 我就写一个 比如说 if 然后呢 s1 s1 is number s1 ok 然后再去做这个东西 对不对 如果有任何一个不是s1 就提示错误讯息 这样吧 但是 这种做法呢 会加很多程式嘛 对不对 你加了那么多程式嘛 只为了处理 是不是整数 这样 代价是不是很大 那我为什么不能 一次做完就好 一次做完 就像这样 我一次转 try catch 然后呢 我干嘛呢 如果有任何错误 在这里我认为 有任何错误的话呢 应该就是输入错误 所以我就告诉他输入错误 好 就这样 messagebox.show 输入错误 就搞定 好 这时候呢 我如果打35 他会正确计算 我如果再打A 好 告诉你输入错误 OK 这样子处理 是不是比像司义员那样 用乙符去处理 你会觉得 对程式设计者而言 方便很多 OK 好 所以 这是我们刚刚所做的范例 现在呢 就换各位 一样哦 你去 去做 我做加法嘛 对不对 好 那 各位呢 就做 惩罚好了 好 厨法好了 因为厨法还有除以0的问题 会比较多的错误会发生 OK 各位用做厨法 而且做整数的就好 我做浮点数嘛 各位做整数 因为厨法 如果浮点数要真正是一个0 其实不太容易 那整数 那整数0就常会发生 所以请各位做整数除法 那请注意整数除法的时候 5除以2 会是多少 会是2 OK 好 好 那各位去 去做这个城市 当我们的水塘作业 然后 写完之后 贴上来就好